这个白马市它是在洛阳市洛龙区 白马市镇,然后310国道旁边 现在我离白马市还有14公里 还有一段时间就可以到了 今天来白马市游玩的游客很多 可能也是周末的原因吧 而且白马市它售票 它是现场售票的 是网上不能订票的 来洛阳一定要到白马市来看 你像我既不烧香也不败乎 为什么很多人们来洛阳旅游 都要到白马市看一看 因为白马市从东汉时期开始兴建 经过几次破坏几次重修 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痕迹 所以说而且白马市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市 这个天下第一市的名字可不是水院水院 身后就是进入白马市大门了 过了这边就是寺院里面 这个白马市它是在东汉永平11年开始兴建的 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兴建的第一座光脉寺院 是中国越南朝鲜日本以及欧美国家佛教的寺院和主题 这边就是白马市里山门 山门是由三眷拱门构成的 我们看一下我身后有石马 它这个山门左右各有两匹石马 它的石马雕刻非常精细 相传呢就是当年就是佛经的白马 其实不是这两匹石马吧 它是什么呢 它是北宋太司太位必贤信目前的石像 在民国24年就是1935年 当时德奥法师主持白马市 然后将这个两尊石像就放在了这个山门的一左一右 白马市把佛教传到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 使佛教在亚洲得到普及 后来又进入这个欧美成为世界各地 佛教信徒参迈的圣地 因此20世纪末以来日本投资重修了白马市的中楼 并立空海雕像 泰国印度缅甸政府相继出乎 以白马市建造佛电 此时成为全世界 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佛电的国际化寺院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均来此授剑 美国、德国、加拿大皆出席 该市方丈深任法会 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世界 白马市可谓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世 东汉永平八年 明帝前郎中、蔡寅、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诛求法 蔡寅等人告别帝都 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 在大玉士国遇到印度高僧赤摩腾、朱法兰 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女佛白瞻像 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红法部教 永平十年 两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 用白马驼载佛经佛像 同返国都洛阳 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 永平十一年 汉明帝赤令在洛阳西云门外 三里遇到北兴建生院 为纪念白马驼经取名白马寺 天王殿为高台西山式建筑 初建于元代 明代重建 由原三门殿改建而成的 殿积高0.9米 长20.5米 宽14.5米 东西面阔5间 南北近身3间 殿内正宗安置着从公共运来的 雕龙贴金佛堪 内贡明代夹竹大度弥勒佛像 四大天王像 委托天将像的 白马寺这个典仓文物当中 还有两颗释迦牟女的舍利 释迦牟女的舍利 还有那个中华古佛 以及元代的十八罗汉甲筑像 白马寺每年一度的马寺终生活动 是人类祈福持久倾心的特殊象征 吸引了不少的国外游客参加 而马寺终生入选的是洛阳八景之一 从天王殿出来以后 到这边就是大佛殿 大佛殿的两边也长着这种古松树 大佛殿这边的香火也挺猛 在这里烧店的人也挺多 这个大佛殿里面主要就是供奉的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出生于公元前565 大佛殿是明代重建的 殿中在虚弥位上供奉着七尊佛像 正中就是释迦牟尼像 然后两旁分别是 文殊、普贤二菩萨、嘉业、阿南两个弟子 还有是供养天人、观世音菩萨等 这主要是大佛殿内有一口大钟 住于明代嘉靖34年 这口钟是高1.65米,重2500斤 这边就是接饮店了 接饮店的规模不是很大 今天下午2点有速度法会 还有七个道场 接饮店里面供奉的是山尊利佛 里面是阿弥陀佛 还有观世音 还有大师智二菩萨 这里的一佛两菩萨合成西方山盛 均为清代泥树照相 这个清凉海里面吧 这个清凉海里面吧 就是赤摩藤和竹法兰两位高僧 当天在这里居住的地方 他们就是在这里 翻译42章节 这个院是很优雅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香客多 感觉院子有点拥挤 实际上这个院路还是很不错的 这两边吧 你看这两边都是住的这种 在清凉台两边东西两城 各有一个法宝阁和长津阁 前面这个呢就是法宝阁 这个法宝阁里面供奉一尊印度总理拉奥 1993年访法时供奉的一尊同佛像 而且这个法宝阁里面也有数十种法宝 在白马市一进门 正门的这个中州县上 还有这几个中华佛殿 中华佛殿现在基本就是看完了 最后一个这个毗露俄 是中州县上最后一个佛殿 那现在呢我就要到周边 一会儿要看看那个其他的 其他的国际佛殿去看一个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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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